因為當然目前國民黨的老大就是我們的黨主席朱立倫,以及他現在的意思就是希望說是排除羅茲強,然後還有地方其實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規劃,你覺得在他們的眼中,你會不會讓他覺得說羅茲強很白目,都已經跟你講了就是說,你現在還是要這個堅持說要證明你是有這個能力的 第一個吼,我真的很白目啊,這需要懷疑嗎?我這輩子其實最大的特色就是白目,你沒有發現嗎?我真的要幫朱主席講點話啦,其實我知道朱主席為什麼會不能理解我,因為就跟我那時候的母親不理解我是一樣的 他認知的,他覺得這是一個傷害自己的事情,當然是不是傷害自己的事情,那是認知的問題 就像我的母親那時候認為我在做一件... 其實我母親難過的不是這件事對他,是他擔心我,他覺得是傷害我的事情,所以他受不了是因為這個事情 所以我沒有否認,或者是要去所謂的那個否定,也許朱主席不希望我選桃園是他的一種善意 可能在保護你,我不否定這善意的出發點 也是一種習才的... 但是他不了解我的個性,我的個性就是,你知道為什麼要下去選高雄市議員嗎?為什麼嗎?其實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念頭 我不想讓我的人生在十年二十年後回頭看那個時刻的選擇的時候,我問我自己一句話,如果我去選高雄市議員會怎麼樣? 我不想給自己留這個地方,因為我從當兵退伍之後,我就給自己人生志向是,我想要參與公共事務,我想要從政 我想要追求政治實現跟抱負,所以我考上公務員那兩年,我並不開心 我覺得不是公務員不好,我在公務員的工作其實表現也蠻受肯定的 我的個性就執行力很強,所以這個是,我的長官們基本上對我都是對我很肯定的 可是我就是骨子裡有一種,我想要去為我的夢想 去拼搏一次 拼搏一次的那種念頭 那這個是我一直人生當中一直很重要的,所以你會看到我會做很多事情,你會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為什麼別人做不到,為什麼做得到? 我其實很長時間也覺得,為什麼我慢慢懂個性 這是我個性裡面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決決 這也是為什麼強哥在國民黨之中,其實算是一個很獨特的一個人 就是找不到另一個像強哥,比如說他過動好了啦,就說他很鬧啊,很白白啊 其實現在目前我看不到第二個,就像你這樣 目前沒有,目前應該是沒有 所以怎麼樣,應該這個也算是你的一個特色跟優勢吧 那另外就是說,我不怕犯錯啦,我也不怕失敗,我也不怕挫折 我認為我也不怕流言蜚語,我也不怕那個毀謗跟打擊 我覺得這個就跟我在那個2013年遇到的那個鼎心風暴 還有馬王風暴有很大的關係 你知道,很有趣喔,比如說我問清清喔,或封城南響 但人生遇到挫折跟困難的時候,你會想起什麼事情 有沒有固定在人生困難的時候,有一件事情在腦袋會浮起來 一件事情,有沒有這件事情 可能會想到家人吧 想要家人,你想到什麼 神好,信仰 我常常想到我失業的那五人 太深刻了 你知道為什麼 還有什麼好怕的 最差就這樣 最差就這樣 頂多我就再 對啊 都能夠接受 我覺得那個低潮,我走過 其實他帶給我最大的收穫 其實就是 我其實大概就是那五年之後 我開始變得 害怕這件事在我的字典裡面 就不敢講完全沒有 就是比重就非常低了 我就比較不害怕 那 我一直覺得人生是很短的 我想要在人生短當中去追求我的夢想 然後去實現我的精彩 那這是我自己給自己的一個人生的一個定位 所以此 那這一點我就想 可能是主席他不能理解的 那這我們兩人之間的一個落差 但我不會去否認或否定說 其實主席跟我對於桃園 我們都是想要贏 這一點我想大家不要懷疑他的決心 那也不要懷疑我的決心 可是我們兩人對贏的路徑 贏的方程式 是有落差的 那我不會說是他錯 我也不會堅持是我對 可是我心裡覺得我對 但我不會認為說 你也要跟我一樣覺得我對 那但是這就可以想 相互要想辦法去把它磨合 找一個平衡 那現在磨合的方法是說 你還會再找機會 比方說證明一下自己 再去說服他嗎 當然當然我覺得這個時候 其實你不用做太多的事情 就努力嘛 你努力到最後那一刻 你就讓他去思考說 我是不是一個最適合的人選 因為其實線上好朋友 有人在講說 其實有在想說 能不能夠再辦一個民調 就是目前來講媒體披露 就是國民黨內部有個民調 但自從正式宣布以來 如果再做一次民調 或者是等到真的有其他的前站候選人 也表態 再來做一次民調 是不是更精準一點 我這樣講 其實我必須講 除了參選這件事 我很決絕以外 我覺得這是我沒有辦法 退讓的一個堅持 對 因為就像當年我下去高雄選市議員一樣 我覺得我想做這件事情 我不想讓以後的我的人 以後我後悔這件事 遺憾 對還是不想讓以後 可是除此之外 我幾乎什麼都讓了 對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你剛剛講的 大家希望有個民調 希望有人表態之後 針對我表態做民調 或希望有初選 希望什麼 希望A B C D E F G 對不對 我告訴你通通沒有 我說過 是你初選協調 民調徵召 打說了算 目前是這樣 沒錯 所謂徵召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也不要做民調 我都可以接受 你就突然就覺得說 清清就是你了 上陣吧 走吧 你就接受了這樣 我讓的不夠多嗎 因為這樣就會讓事實者 有點可惜啦 但是我也跟你講 我也不擔心緣故是什麼 因為我一直相信 主席是想要贏的嘛 所以我只要證明到極致 我是一個最有贏的機會的人 那你就要去評估啊 因為我的努力載我 但贏不贏的評估載你 那你就去評估 可是我也要說一件事情 我必須說 我不認為 我今天好 你看我的參選 他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沒有發現 兩個啦 第一個 我設立了一個標準 叫羅志強標準 什麼叫羅志強標準 社會大眾就看到羅志強 不管是強跟弱 我總是一個標準 羅志強 flag 好那很簡單 你要提名的人 你要說服社會大眾 那你必須給我講 你比羅志強強 對不對 你不用說服我 我完全不用說服 因為你已經擺在那邊 我擺在那邊 而且我跟你講 你怎麼做我都接受 所以問題就不在我了嘛 那就在黨嘛 你今天如果放的一個人 是比羅志強強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服所有人 所以你完全不用說服我 你要說服的是桃園的民眾 說服的是所有的民眾 是 可是抱歉如果你放的是 在我之下 勝算在我之下 因為大家都有判斷 可是羅志強還會再往上一點 還會慢慢的 我認為我會往上 但是黨有沒有那麼認為 我就是尊重黨 所以我把判斷標準給你 可是 那抱歉喔 我把判斷標準給你 是不是判斷標準 真的全部在你身上 我想未必啊 因為所有的民眾 也有自己判斷標準 那你要拿出一個 足夠說服所有民眾 那個判斷標準 那個人出現 說不定羅志強在這邊 對啊 如果所有民眾都認 羅志強在這邊 那你放一個這邊的人 大家也接受嘛 但如果我認為我在這 所有民眾認為我在這 那你就要放一個 在這的人 對嘛 所以這是 這是 這是黨的任務嘛 所以因此 我在講說 所以為什麼講說 我自己去看 這一次我沒有覺得很複雜啦 但是 中間可能有些誤會 讓有些事情變得比較複雜一點 是的 也讓有些觀眾跟知識者 有一些的情緒 對 對嗎 你有問題嗎 對 其實我剛剛聽到強哥講的 我覺得 我有get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其實強哥一直有在論述 就是說一個 贏跟輸的一個思維 就是一種比較西方社會 比較強化競爭 然後贏的人就是 就輸的人就離浪 贏的人打贏選戰 但是因為這個 其實這個想法是比較西方社會 但我們華人其實說實話 其實蠻著重一個就是 集體性跟和諧 那這個部分 強哥我們想過說 要如何突破 就是目前可能 朱主席也許對贏很在乎 可是可能他還有某一部分 幾個%不知道 可能他也很在乎 就是所謂的 集體性跟和諧性 這個部分的話 有沒有 目前我們洞察出 什麼樣的一個突破點 來去 也讓主席可以不會 可能困在這個的困境 有沒有目前有沒有想到 一個結套的方法 對 我剛剛只是講 我第一個 算是我的自我調整也好 自我反省也好 自我浪步也好 就我剛剛講 初選協調 民調徵兆 我都接受了 第二個就是什麼 我討論千里行的形勢也改變了 我就降低所謂實體的比重 我就增加所謂的 不公開拜會的比重 大家不是覺得說我沒有溝通機 就下來走 那我也尊重這樣的一個想法 可是我也跟大家講 對我也是有影響 因為我的動能 都是來自於公開的實體 如果我把減少公開實體的比重 那抱歉 那我的動能就會受影響 所以我可能會離桃園市長 那個營的目標會變比較遠 那我有沒有承受一個損失 有沒有做一些浪步 我有 這是銀河 剛剛我講主席 可能會是黨中央 他可能覺得說 你把地方關係搞好吧 可是我跟大家講 說實在話 也許黨中央認為我的地方關係不好 可是我必須說 我自己看到也沒有那麼不好 那你說關係很好 當然不可能 因為我才來13天而已 怎麼搞好法 對不對 因為我時間不夠 可是也真的很多議員跟我講 他說 其實我們也覺得你很好 為什麼 因為你看你的空戰能力那麼強 對 我的臉書 如果你去我的臉書 稍微幫我帶個議題 對不對 我可能臉書幾百站 可能會變到幾千少萬站 對不對 那我有沒有帶動能的能力 有 就成哥只要去他們底下留言 那一篇的 對 會增加很多 增加很多 所以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強項 所以我也會說 做一些所謂的調整 那我也要講 比方說 最近哪里看我幫邱義盛議長報區 對 那大老師拿我跟他的關係做文章 其實我說真的也不太公平 為什麼 對他不公平 對我也不公平 是 邱義長在公投夜宿 希望公車跟公投的那個卸票 對 我只要到桃園 他都會大力的幫助 對 對 那很熱情 是 所以我也很感謝他 我跟他沒有深交 但是 他也當著我面說過說 欸羅志強 這國民黨有你真好 非常肯定我 所以你可以說 我們也是某種心心相識 對 但是因為議長 你要體諒他啦 他在地方 還是我剛剛跟前面講一樣嘛 地方很多的人情網絡 你怎麼可能強人所難說 欸議長我來你要支持我 我不是這種人 不只桃園 每個地方其實都是這個樣子 都是一樣嘛 那你一定是 因為 人就是 對 從情感出發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跟 親親交情 有十年 對不對 我跟風神南俠 我交情十三天 哈哈 現在這十三天 你跟我講說 那你要支持我啊 你怎麼不支持我 我活動你怎麼不來 這是做人的道理 對 不是做人的道理 那我也不是這種人嘛 所以圍牆計畫這種訊息 我覺得對邱醫長不公平 對我也不公平 因為我不認為有啊 邱醫生議長也不認為有啊 沒有 他也說沒有嘛 只是被炒作出來的一個話題 對 兩個人其實對這個 對 這個部分都覺得什麼 對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他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好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 就可以買到